为期九天的2015年 桃园第四届 世界听障篮球锦标赛 在昨日拉开序幕 女子组首场赛事 由美国出战乌克兰 前两节战况焦灼 比数十分接近 两节结束 由美国以27比25战时领先 中场休息过后 美国一甩低迷气势 找到手感 拉开比数大幅度领先 再加上把握发球机会得分 最终以57比47 拿下胜利 个人的表现固然重要 但美国队 更重视团队合作 他们的目标是 打好比赛当下的每一颗球 靠着大家共同的努力 拿下胜利 面对更强大的对手 也会努力去挑战 希望能拿下好成绩 记者 吴冠宇 桃园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谢谢大家